北溪管道爆炸案发现了新的线索 我们明知道美国不承认 为何还要追究呢 有两大原因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层talk 我是卢中成 今天我们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根据媒体的报道 有独立的调查团体 在北溪管道爆炸案地点附近 发现了一只海军潜水靴 而这只潜水靴 与美国海军潜水员的制式战靴 是高度相似 面对该团体发现的新线索 瑞典方面出来紧急进行澄清 表示不排除可能是其他潜水员掉落的靴子 可问题是啊 那得是多么不专业的深海潜水员 才能把靴子丢掉 光着脚浮上水面 来完成整个作业流程呢 很显然 瑞典这只是为了美军开脱和撇清责任来着 因为毕竟瑞典想报一下老美 为其加入北约的鼎列助力之恩 至于当初美国的破坏小组 为什么会遗留下一只靴子在现场 我估计啊 是报不后赶紧跑路 没有时间处理 目前啊 无论是俄罗斯这个当事方还是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都主张彻查北溪管道爆炸案要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 那么问题来了 明眼人都知道这件事是美国做的 美国政府呢 也一直不肯承认 为什么我们还要一直追究这件事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大家听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啊 我们给这件事下一个结论 不管未来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找出什么样的证据 美国政府都不可能承认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已经被定义为恐怖袭击了 美国政府一旦承认啊 就等于承认自己针对俄罗斯发起了国家恐怖袭击 针对一个核武大国发动恐袭 这与全面宣战 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啊 一旦美国承认这件事 后续的天价赔偿以及舆论都将严重影响美国声誉 会对美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所以说啊 美国政府他怎么可能承认呢 任何一个国家做了这种事情 他都不会承认的 打死不承认 反而才是最佳方案 虽然这样做不要脸 但是我们也拿美国没有办法 所以啊 在这个前提上 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家 还要追究这件事 它的意义何在呢 我认为追究这件事的意义有两点 第一 可以让这件事一直保持热度 让全世界人民时不时的就想起这件事 然后联想到美国 虽然美国不可能承认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这件事一直发酵下去 对美国而言那就是长期的负面新闻 第二 我们一直追究这件事 可以让俄罗斯站在道德制高点 证据是越充足 那美国就只能是拒绝承认 但影响不到其他国家对这件事的看法 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那么在国际社会上就会有很多便利 无形中可以为俄罗斯带来利益 此外呢 我国也可以凭借这件事 在国际社会上打击美国的声誉 有事就应和着俄罗斯 也能打击美国的嚣张企业 所以综上所述啊 一直追究北溪管道爆炸案背后的凶手 这件事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从利弊来看 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我们中国而言 都是利大于弊 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 抱着吃瓜看戏的态度即可 反正是让美国吃鳖 不看 我们白不看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